朝野兩大黨黨主席馬英九跟蘇貞昌 即將在九月十五號針對兩岸服貌協議 進行辯論 而且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 今天表示他相信蘇貞昌會有周全的想法 也希望馬蘇兩人的辯論 能夠提供臺灣社會重新思考 與檢驗的機會 總統馬英九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敲定九月十五號將針對服貌協議展開辯論 外界解讀馬總統不願和蔡英文舉行國事會議 卻願意和蘇貞昌進行辯論 使國民黨有意來分化民進黨 對此蔡英文說自己不是政治分析師 不願回應 但蔡英文認為面對服貌爭議 馬蘇的辯論能夠提供臺灣社會 重新思考和檢驗的機會 包括民主陣線在內的七個公民團體 則表達反對政黨辯論來決定服貌爭議 批評這場辯論只是馬政府企圖迴避社會對服貌的質疑 我們認為說在相關的衝擊影響評估聽證程序進行之前 那這樣的辯論是一個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虛假辯論 那麼沒有這樣的具體政策的鳥肉的交鋒 剩下來的只是一種辯論比賽中的口條 跟體態的比較 變成一種選秀表演 反黑箱服貌民主陣線認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政府沒有針對各個產業提出整體衝擊的影響評估報告 沒有公開資訊就不可能越變越明 而未來還要以每週三問的方式指出服貌協議 政府欠缺的因應措施 呼籲朝野政黨共同面對 記者臺北報導